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就是这个日常妆的分享 因为今天我有点东西了 都要出去 所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的化妆 首先戴着头盔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教学 纯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的化妆 就是那个步骤是怎样的 我们事不宜前 马上开始讲了 平时有化妆都会在我这里做冰海化 就会有这块镜 这块镜很久之前去的Event 然后可以自己DIY 然后我完全不明白 因为我那时候就DIY 但是这块镜是非常方便的 它就可以这样摺起来 所以我都经常用它 然后另外我放化妆品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这个不同 就是无人的不同 我把所有枝妆的东西 比如扫匀 遮瑕膏都放在这里 另外一个放化妆品的地方就是我现在下的这个柜 这个柜桶是安装我的眼影 燕丝 首先第一样东西要做的就是擦润唇膏 我就是用LIPPURE的润唇膏 我之前也介绍过是真的超级好用 所以我一直都继续用 通常都是用没有味的 但这个是蜂蜜味的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蜂蜜的话 但其他那些果味的那些就不行了 那我就一开始就打润唇膏 因为用防晒都够我用的 因为我皮肤本身不是特别差 所以我就觉得防晒都OK 就是做个打底的那样 那我就是用这个Artistrate的防晒 那它就比较偏白一点的 就是它没有什么调色的功效 所以我自己塗的时候都很小心 就是要塗的份量是要少一点的 好了那我已经塗了一半了 你看到是真的很薄很薄的 上了一层而已 因为我都不敢塗太厚了 要不然就好像僵尸 那另外都塗上少少是镜子 那就让我不要两折色 登登 搞定 那第二个step呢 我就是会塗遮瑕膏的 那就有两支是遮瑕膏的 那一支就是普通的浴色 那因为浴色可以遮瑕我的青青的黑暗圈 所以刚刚好可以调和 那另外就会上一层我的浴色 去平衡两个东西 那我用的牌子都是Artistrate 那就是这两支的产品 那我自己觉得so far都挺好用的 所以都保持着用它们 那我想的方法就是这样点点点 之后就再blend开它 好啦 塗完这边粉一点就塗这个浴色 相应方法也是一样 也是点点点 其实我之前曾经有去上的化妆班 那时候我真的化得很漂亮 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还是化一些很简单的妆就算了 那时候化了晚妆 我觉得哇 真的很惊艳 化完之后 但是真的完全忘记了 后来我学化妆都是看beauty blogger 然后就慢慢传摸一下自己 再研究一下 这样就做了一个我自己版本的化妆的步骤 那就搞定了 我好像完全没blend开 那遮完黑圈之后就滑眉了 那我就用这个industry 都是之前买下的 我都没有怎样研究什么brand是好用的 但是我觉得so far这个都ok 其实我的眉 因为我修完之后都不用怎么滑的 就是本身已经很深色 所以我还是不断加加颜色就算了 那先用眉刷掃一掃顺眉毛 我用的色号就是4号色 就是一支偏深啡一点 因为我当时的头很黑 所以就用这支深色一点的眉笔 其实我还是很轻手地塗下去 因为我怕我化得太厉害 好像垃笔小身那样 其实我觉得修眉比滑眉更有效 因为滑眉怎么说都不漂亮 但是一修完眉调眉 就立即出发了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哪里修眉的 我就打发在这里 好啦 其实我画完好像没滑的 没分别 那之后就到眼睛的部分 就是我最窄的部分 因为我以前真的先发眼睛 那之前我是用这个Roman 或者Romane的一个眼影 因为它四色很方便 就是我四色都刚好用完 但后来因为我第一次生日的时候 送了colourpop的眼影盘给我 所以我现在都尝试着用colourpop的眼影盘 讲一下我平时是怎样化的 打开之后 我连这个膜都没面 那首先我就用这个掃 这个掃是我很久之前买的 好像没人要的掃 我觉得很漂亮 我就是用这个最浅色的做打了眼祸 因为我不想化得好像被人打肿了 所以现在我都会轻手一点 打完底之后 我就再用这个深一格的啡色 去放在我的这个位置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位置 就是没去到尾段 但是就在中间至尾段的位置 那我都是很轻手的 就是有点色就够了 就是不用太夸张 因为始终都是日常妆 之后就到这个 就是深一度的啡色 就是化在那个尾部 其实我看不出什么分别 好了 然后最后我就会 都没做最后的 之后我就会再用这个红色 就是偏红一点的啡 就再化在尾部至眼尾这个位置 就好像多一些层次 那我都是用很小很小 还有很轻力的画 就是这样 啊 留了一个step 就是每次发完应该要抹一抹掃 再上其他颜色 因为这样很容易把颜色混合 那之后就到闪闪的部分了 那我就首先塗在中间这个闪闪 然后塗在我的眼珠对上这个皮位 叫什么位啊这个 糟了 真是很缺乏这些 似乎的 之后这边也是 叮叮 那之后呢 这次真的最后了 那就是化这个白色的闪闪 这个真的怎么好笑 因为我很喜欢把闪闪放在眼头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真的要很轻手 一点点 如果不然就会很大 有时候我都很失手 所以我都会用手指去blend 把闪闪放开 哇 这次应该是我最轻手的一次 好了 眼影的部分就化完了 那之后就到胭脂了 胭脂我就是用这个CAMMAK的胭脂 这个也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三个礼物 那我最近也不断用它 因为我都很方便 而且它也不会太深色 但其实我现在戴上年轻也没人看到 不过我纯粹满足自己而已 那就像这样塗了 我在化妆班学的技巧就是这些 塗完胭脂好像精神一点 我以前喜欢胭脂有几红发几红 但可不可以发现真的像鬼 好了 之后呢 其实大致上已经完成了 这个妆 那之后呢 我就会用这一支 Philosophy的一支潤唇膏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油色的潤唇膏 就是偏暗红一点 其实你现在看到好像很深色 但其实塗上去没什么色 那我自己觉得这支潤唇膏是挺滋的 搞定 好啦 那整个妆就是这样的啦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分享啦 那我也是一个不算很精于化妆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是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不断戴头盔说我真的不是教学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bye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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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